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帶來給大家非常多的省思 那麼我們先來看看 在第2季之後 4月份到目前為止 有幾個巨大的變化 今天我們的重點要談人民幣 不過我們來看到 在第2季當中 全球股市 大致上都出現一個比較巨大的轉折 第一個就是說 在過去一段時間 過去一年多以來 全球的焦點 都放在新經濟的一些企業上面 所以我們看到美國的 包括Tesla 包括Netflix 包括這個 Emeron股價都在這個過程當中 大幅度的飆漲 也把本益比拉到非常的高 那麼在最近一段時間 我們看到Tesla股價開始 大約有20%的回檔 同時臉書從74塊9毛5 那麼現在跌到50幾塊 那麼都是代表一個 新世代的一個 在這種調整當中 拉大漲幅之後 他們開始進入到一個盤整跟調整 那麼取消帶著過去被大家壓抑的 我們看到在這個回合裡面 包括美國的HP 然後Intel 微軟 包括IBM 股價開始大幅度的上揚 那麼這個又是在 現在相對低本一筆的科技股 受到大家青睞 同時我們看到在香港的部分 香港的騰訊 在中國大陸限縮 網路金融之後 它從646塊 那麼一口氣 它跌到剩下497塊 所以相關的包括百度 跟祈福360 在美國大概都是大幅下跌 所以在這一輪的這個新的發展當中 我們開始要去省事 也就是台灣的股市 現在在8800到9000點的震盪當中 我們也可以看到逐漸邁向5月的時候 雖然在這一次學運的這個 在宣騰的時候 我們金管會主委 包括曾明中 包括財政部長張勝和 都說這個學運會影響台股 但是我們回頭看一下 從3月18號以來 到學運落幕的這段時間 那麼我們看到外資 淨網買超台股是756億 那麼外資幾乎 在這段時間只有兩天是賣超的 其他都是買超的 所以在國際資金 還是在加碼台股的情況之下 台股相對來講 在全球當中 我們走出一個相對比較亮的一個格局 所以台股今年的漲幅 大概有3%左右 那麼3%相較於上陣下跌1% 或是在香港的港股下跌3% 在兩岸三地當中 台股相對表現是比較相對穩健的 那麼我們馬總統在520就職當天 台股是9068點 那麼未來的一段時間 有沒有辦法 回到2008年的5月20號的位置 那麼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我們看到歐巴馬跟馬總統就職 當時是差不多同一年 差了幾個月 但是美國的稻窮指數 從8070.56 一路漲到16588點 那麼稻窮上漲100%以上 台股到目前為止還是一個下跌的狀態 所以未來的台股發揮的空間值得期待 那麼回頭我們再把這一次的學運所引出來的問題當中 大概有兩個面向 第一個就是現在的兩岸關係到底未來如何來走 就是在這次胡茂爭議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大家重新在思考 台灣未來跟中國大陸的關係 到底我們如何走下去 那麼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把這一次胡茂的爭議 拉出來看 其實在國際的慣例的簽約當中 兩岸因為現在特殊的敏感 台灣其實跟任何國家在簽署任何協定 一般老百姓不會有這麼強大的反對 但是跟中國大陸 他引來的雜音相對是多了 因為兩岸還是非常敏感 而這當中兩岸還是處在一個相對的敵對狀態 而如果我們這次把順位稍微改變一下 如果先簽貨帽再簽胡茂 我相信爭議會減少很多 但是我們剛好 一 兩岸處在敵對狀態 二 兩岸是要先簽胡茂 第三 兩岸再簽胡茂 我們現在應該走一二三 結果我們現在變成三二一倒著轉 那麼這個倒著走之後 它的順序開始有些爭議 第二個是我們要去省屬的 現在來講政府不斷告訴我們說 簽了胡茂之後我們才可以走出 不會邊緣化 台灣可以跟別的國家來簽 TPP然後RCP 這裡面沒有任何連結關係 所以換句話說 台灣要每一邊緣化 其實台灣的經濟一定要重新定位 我們要呼籲很多的企業家 在過去20年當中 你投資到台灣多少 現在如果你20年當中 台灣很少 你把所有的資金投資中國大陸的話 我想大家重新思考 我們這樣的地方 如果大家不願意投資台灣必然變原化 所以這20年兩岸的開放 大家也可以看到我們台灣的錢是 包括人流物流金流 都是一面倒的流向中國大陸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這一次的年輕世代 很多人叫他奔世代 這個奔世代他走上街頭 他對未來的命運 他們要自己找出路 這個也是我們現在上一代的人 要真正去重視他們的地方 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 在這一代的年輕人 這一次在學運的過程當中 我們看到幾個面向 我們常講這個年輕人是草莓族 但是我們看到有非常多的年輕人 他們這一次參風露宿 靜坐在街頭 然後睡在議場內 也睡在議場外的 那麼這當中天氣有幾個 天氣是非常冷的 同時下雨 但是這一些年輕的學生 他們站上街頭昂首站在那裡 我覺得這個是讓我們感到非常敬佩的 第二個我們可以看到 這一些年輕人 他們所使用的現在的媒體 包括他們用網路的溝通 他們可以跟全世界任何的團體來串聯 甚至上了半導電視台 同時在國際媒體當中 有非常多的報導 都跟台灣的學運有關 台灣我們的新聞局 每一年花很多錢去做國際宣傳 但是在這一次學運當中 國際的焦點放在台灣 我相信是另外一種 我們可以看到在新世代 他們現在對新科技 對新媒體的應用 也超越老世代 所以在目前的整個世代交替的呼聲當中 我們也要呼籲 我們現在的政府要多聽聽年輕人的聲音 而且大家到底在想什麼 未來的兩岸關係 也可能會進入一個 大家想像不到一個重大變化的關鍵 好 回頭我們來看在未來的 在第二季當中 其實我們看到第一季 人民幣是貶值2.64% 這個2.64% 在第一季人民幣其實到3月20號當天 它是貶到6.241% 現在開始有一個變數 我們看上一個禮拜 美國對人民幣 它認為它警告 人行不要操控匯率 所以它一喊話之後 人民幣開始大幅升值 現在到6.19%左右 從6.037%到6.241% 人民幣先貶了2%多 那麼也造成這一段時間 原來看多了人民幣的投資 投資客出現這種產培的現象 所以我們回頭今天 要好好來看看到底未來人民幣 我們在過去很多 台灣的媽媽 大家很喜歡把定期存款 因為它利息相對是高的 這段時間我們可以看到香港的 匯豐銀行 它推出一個3.8%的 這個短天期的定存 所以它利率是會非常高的 包括恒生銀行 它可以拉到6.8% 所以這個就是現在可以看得出來 在匯豐去搶人民幣的存款 當時我們大家可以看到 到目前為止 人民幣在 美國一升令下之後 開始大幅升值 但是前面的貶值 讓大家感覺到人民幣到底是 他的升值的這個趨勢 到底走到盡頭了沒有 今天我們特別邀請到 我們老朋友李孟舟 李社長 還有林光鑫 林經理 來到我們現場 他們兩位都是匯率的專家 來對人民幣未來的走向 給大家更深入的一個分析 跟這個討論 我們孟舟兄跟大家溫和一下 謝社長還有林經理 還有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光鑫兄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社長好 好 我想先請光鑫你 把最近人民幣的走勢 稍微跟我們觀眾朋友 來稍微分享一下 人民幣從今年的2月份開始 就出現一個比較明顯的貶值 市場上現在最想知道的是 人民幣到底這個貶值是 主動貶值 或者是這個人民銀行主動的干預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數據 這張圖上面所呈現的數據是 FED統計所有國外這些新興國家 存在FED的美債的數量 我們發現說在去年的9月份 到今年1月份 也就是人民幣從6.12 開始升值到6.04這段時間 這段時間美債的存放在FED 美債的數量是上升的 也就是說這段時間 因為熱錢流入中國 所以中國的央行他必須要主升 所以他就需要去比較積極買進美元 這段時間 也就是從2月份開始到現在 人民幣出現急速貶值的這段時間 實際上我們看起來會發現說 存放在FED的美債還是上升的 這件事情就是可以充分的表明說 這段的貶值實際上是人民銀行干預的結果 人民銀行在這段時間做干預 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時間點 因為我們會發現說從2013年到現在 中國一天到晚在談論說有錢荒 資金不足可能債券違約等等 但是從過完年之後到現在這段時間 恰好是過去一年半以來 中國的資金環境最寬鬆的時間點 也就是說他即使這個阻止熱錢持續流入 甚至把一部分的熱錢趕出去 他也不會產生這種資金緊俏的狀況 所以這段時間雖然人民幣在貶值 但是中國的央行還在做緊縮正回購 我們就可以大致上可以發現說 這段時間的貶值是一個 完全受到控制的狀況 我認為說 中國在過去操控人民幣 有個非常重要概念就是 實際上他是為了要調控自己 國內的資金的這個緊俏的程度 那以去年2013年到現在 我們會發現說 每一年的4月份到6月份這段時間 恰好都是資金最緊俏的時候 也就是說換句話說 從4月之後一直到6月底這段時間 人民幣反而會比較容易升值回6.1 我想現在大概就是在第一季的時候 他到3月20號 是第一個階段人民幣的貶值 在美國財政部的干預之後 他又拉回來 拉回來有沒有可能再回到6.037 那個新高點的附近 你的預測 我的預測是在4月份到6月份這段時間 他有可能從現在的6.19附近 回到之前的盤整區間6.1 但是是否能夠再繼續升值 那個要看今年夏天這段時間的 這個債務的問題 是不是有一部分的解決 如果有的時候 那到了年底的時候 就有可能不但會回到6.05 甚至還會破6 我想這個破6是很多人在想的 孟宗宇原來我們 李社長原來在30年前 是公商時報的記者 在跑中央銀行跑得很好 所以他也是外匯專家 所以這個回頭我們看到就是說 我們原來在去年都在想人民幣今年應該破6了 所以他突然之間來個貶一下 大家難免會覺得說到底人民幣的 現在的長期以來 人民幣大概只有幾個 1994年在朱鎔基時代的匯改 所以當時我們看到用外匯件的時候是5.76 5.76一扁是8.7 然後黑市可以換到12塊對不對 之後到2005年開始從這個8.3 8.277開始升 就是改採浮動 這個浮動一路走 走到現在 他等於是2005年升到現在 所以大概升了將近10年 所以這10年當中 人民幣去年大概升值百分之2.9 所以他第一季扁了2.64回去 所以差不多又回到原點 所以他在這個位置 他現在可進也可退 所以我想說這個 我們稍微回來 請孟宗來告訴我們 在目前的這個人民幣 原來我們大概看6 那現在破6 會不會破6 包括中國大陸很多的 這個經濟的問題大概都浮現了 比方說在最近的中國的這個經濟成長 大家也擔心他會減速 也就是在目前的這個情況來講 這個中國經濟成長率 世界銀行這個大概把它調降到7.6% 這今年中國經濟GDP的成長 所以有一段時間我看那個林毅富先生 他講中國經濟可以維持8% 一直到2020年 所以今年看他這個他的論點 大概現在是站不住了 但是中國經濟的減速 到底會對人民幣未來的發展 他的生根扁 我們等一下回來聽旅首長的看法 稍微 好 我們看看人民幣到底會不會在今年破6 現在來看就是在第一季的貶值之後 讓大家感覺到有點比較緊張 但是以中國經濟的實力來講 未來破6的可能性 我長線來講 我覺得還存在 那這一點可能沐洲比較專業 你來告訴大家 在目前來講 在中國經濟的這一輪調整 他時間有多久 還有你對人民幣的基本的觀點 好 謝謝 我先分享我上個月在北京採訪 那個大陸的兩會的一個經驗 兩會這次是李克強第一次發表 政府工作報告 我拿到他的報告以後 趕快看內容 很快就翻到這句話 這個導播如果這個話可以 他對匯率有一句話非常的重要 我看到以後眼睛亮了一下 他說 那個匯率政策要擴大匯率雙向活動區間 這句話是我跑兩會那麼多年 第一次看到政府工作報告 對匯率政策提出雙向活動 因為10年人民幣只會升 不會貶 對 他就要改變 最近開始會貶 他改變過去一路升值的態勢 這個政策很明顯 那時候人民幣已經開始貶了 李克強再加上這樣講 等於在為前一段的貶值在背書 也在預示說現在目前這段期間 人民幣不會再升值 那我把這個政策又聯想到大陸現在 那個經濟政策上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他們的一個政策的一個思維 我們用通俗的話來講就擠水分 擠水分 現在大陸的經濟就是說 過去幾年過快的建設造成很多的GDP的水分 那連匯率都有水分 因為過去大陸那個經濟用公共投資撐出來 所以很多熱錢進來 讓人民幣的匯率也多了很多的水分 現在這個我認為是一個擠水分的一個動作 還有第三個我想到 這幾年其實從溫家寶時代就已經開始 每次的這個兩會都會宣示一個政策 這兩三年大陸的總理都會講說 人民幣匯率已經到了均衡點 他們這個均衡點也有算過 也有理論基礎 人民幣現在已經差不多了 目前已經差不多 所以目前的這個匯率 其實這樣的一個變動是可以理解的 還有一個政策就是說 大陸在剛剛在過完年 他宣布在擴大人民幣的浮動區間 從那個美元 對美元是每天從1%擴大到2% 這個2%的這個空間如果用以後 人民幣要變動是很快的 這個區間擴大以後 它的彈性就擴大了 那剛剛老先生在這個 在講到一個未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人民幣會不會繼續貶 我把這個問題跟那個大陸現在的那個改革開放 就目前那個經濟的深化改革把它結合在一起 換句話說現在如果說大陸今年的這個 那個深化改革政策能夠有成效的話 那個出口能夠 這個轉型升級 我覺得這個人民幣最後會重新出發 它現在有一個區間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我在這個區間裡面讓人民幣在這個裡面 這個做一個比較大的一個波動 它可以扁它也可以升 我覺得在未來的這個一年之內 只要那個大陸的出口的這個數據 不要太難看的話 我認為它還是會重新回到這個升值軌道 但是我們現在要注意一個概念就是說 在目前那個匯率波動幅度擴大的情況下 我們不要再有那個一路升值的這樣一個思維 換句話說在未來這一年內 即使人民幣升過了六塊錢的大關 升過對美人升過六塊錢大關 它還是會再回來 再回到六塊以上 換句話說升跟貶交互的出現 可能是未來那個人民幣匯率一個比較可能的表現方式 所以說人民幣升過六 到底是不是升過六以後就像過去升過七 那個情況一樣就是再也不回頭 我覺得我們要有新的一個看法 就是說升過六也許再貶回來再升上去 所以未來人民幣會應該是一個 劑子狀的一個發展 好 我想理事長告訴我們這個 其實一個重要的觀念 就是說這十年從2005年到現在 人民幣大概只有升沒有貶 所以大家都認為人民幣一定會升 這個升的過程當中 一方面你如果把錢拿去存在人民幣的存款裡面 一個人民幣會升值 所以它會賺到匯差 同時存人民幣它的利差相對是大的 也就是說你看台灣我們定期存款 可能連1%都美 或者1% 2% 但是你拿到中國大了最少從3%起跳 你厲害的話有能到5 6%的都有 所以這個就是說利差 在過去一段時間會賺利差也可以賺匯差 所以像OBU的人民幣的存款 將近你看人民幣的一直都在創新高 我們也看到人民幣這10年當中 它其實都是在升值 到今年開始出現一個貶值的態勢 國內的國營銀行人民幣的存款 套牢了 連比特幣也套牢了 所以台灣就是說我們看到 台灣的大媽 台灣的媽媽 很多人喜歡存人民幣 今年其實一個 它以前開始有一個變化了 就是說人民幣過去 你存的時候它會升 會賺匯差 現在利差 賺到利差 但是可能會賠掉一點匯差 這個光星你怎麼來解讀 這樣的一個 這個剛剛孟宙偉講的就是說 未來我們投資人民幣可能 大家開始有一個它會波動 也就是說人民幣可能會升 也會貶 這個時候不會像以前這樣 它只升不貶 這個時代已經過去了 未來我們在人民幣的存款 我們有個基本戰略要怎麼擺 剛剛謝社長有講到一個 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過去大家做人民幣投資的時候 都認為是利差和匯差可以雙賺 這種情形實際上就是套息交易 也就是在10年前的時候 大家認為匯率和利率可以雙賺的 就是借日元買澳幣 或借日元買英鎊 那這一類型的套息交易 曾經發生過非常嚴重的災難 也就是在1997年的時候 發生LTCM事件 在2008年的時候 這個日幣大幅度的升值 也加深了這個 最初人民幣的遠期外匯的交易 那個衍生性商品 最近這一季裡面 本一向也有人受重傷 對 那這個部分 就是我們需要特別注意的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這個表格 目前這個遠期外 人民幣遠期外匯的交易的規模 大概已經有超過3500億人民幣 也就是說它的金額換算成 3500億美元 換算成人民幣接近2兆 那這個金額等於是台灣的離岸存款 和香港離岸存款加起來的總和 還要更多 那這一些做人民幣離岸 離岸合約的 我們會發現說 價位會有兩個關卡 第一個關卡就在6.2的地方 6.2的地方是 我們假設不算利息的話 本金開始變成虧損的地點 第一個價位就在6.2 所以他這次最慘在第一季 在3月20號那一天 大概5本金交易的這個遠期外匯 這個好像賠了140億美金 就全球來講 但是實際上 現在又回來了 這個位置 它並不會對於投資人 產生真正的恐慌 因為這個位置實際上 只是讓你變成是損益2點 如果說人民幣停在6.2不動 過了一年之後 這個你收到的利差 就可以完全彌補掉虧損 所以實際上對於大部分的 這一些做套息的投資人來講 他不會感到虧損 他只是感覺到 賺的錢撲回去了 對 但是如果說人民幣貶到第二個關卡 也就是紅線這個地方 紅線就是一年之內 這一些存款可以收的 人民幣的利息 cover的價位 如果說人民幣貶到6.45以上的時候 那就比較有可能引發 像當年LTCM或者是2008年的那種連鎖效應 換句話說這一次人民幣恰好就到6.2就止住 很明顯的就可以看出來說 中國他們也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他干預的時候 他就點到6.2嚇嚇你 不會讓整個事情再持續的惡化下去 因為如果說人民幣貶到6.45或6.5以上的時候 中國他本身也不一定有那麼大的控制能力 好 這一次美國的財政部出來市警 你就是要求銀行人行不要干預匯利 這個事情你怎麼看 我認為這個也是因為就是說 這段時間因為包含還有俄羅斯的事件 俄羅斯的事件會造成說市場上 如果說俄羅斯的資金流出 然後中國的資金又流出的時候 這個會造成美元急速升值 這個對於美國的經濟會是一個非常大的衝擊 因為從2008年之後 實際上美國經濟會附出一個很大原因 就是因為美元一直貶值 所以貶值的時候他東西就變得很便宜 那這段時尤其到了這兩年的時候 新興市場就開始感受到衝擊 美國為了要保持他現在這樣的戰果 他不太可能讓美元 就是因為這個狀況而出現升值 所以他為了要保持他自己的付出成長 他會要求新興市場 你就不能夠太超過 所以他一喊的話6月 所以我們看到在4月的3號 美國財政部一喊話的時候 這個禮拜 上禮拜我們看到所有的亞洲貨幣 你看台幣原來30.654 現在升到30.22對不對 包含什麼土耳其 韓原最可怕 韓原現在創1032 他創兩年新高價 所以這個就是韓原變成大幅升值 我們過去都在講韓原會大幅貶值 現在韓原變成大幅升值 這個馬幣 泰豬 菲律賓的披索 最近其實升得滿多 對 這段時間包含像年初最弱的土耳其幣 什麼巴西幣 都出現很明顯的升值 那我認為這個的確也是這個 就是美國他們在主導這個 盡量避免讓美元出現急速升值的狀況 所產生的結果 好 我想這個回頭請教孟周一下 我們剛才看到大陸經濟現在已經在擠水分 這個擠水分裡面 這個有點擠了 過擠了之後現在有點狀況 我最近在網路上看到 這個江澤民跟胡錦濤 聽說透過管道要求洗禮 不要再對這個打貪反奢 打那麼大力 就是說這個會打到經濟會垮下來 所以這個就是說 這個是不是也開始露出一個訊號 第二個大概就是說現在大陸的 有一段時間前方很嚴重 我看最近國際清算銀行BIS 他也特別點了香港 他說2010年的時候 香港對中國的內地的企業的貸款 比例是零 但是到去年他已經 未廠還以額 已經到達4600億美元 4600億美元等於香港的GDP 165% 所以這個曝顯部位相對是高的 他也講到新加坡的銀行 現在在這幾年 對中國大陸企業貸款急速上升 台灣其實我最近看到 有一家銀行的董事 他最近跟我講 他說他們從他銀行 就金控公司的老闆 他說從他們銀行貸出來的錢 99%都流到中國大陸 所以就是說大陸現在 因為他錢很緊 所以他必須要用更高的利率 去吸收銀根 這個時候他從海外境外去貸款 資金成本相對低很多 所以台灣一定會流到中國大陸 這是必然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就是假如中國大陸 你看最近上海的超入債 或是最近大陸的房地產公司 很多開始在周轉不靈的情況之下 其實台灣的銀行業 其實開始慢慢因為受到大陸的 疫情放還在急遽上升的一個影響 也會影響台灣過去非常穩定的 整個貸放的品質 所以這樣的一個發展 你怎麼來看下一個整個金融的形勢 是 剛剛謝社長先提到大陸反腐的問題 反腐現在在關於 官場風氣的改善方面 現在是已經深入人心 我可以這樣講 現在我們到大陸去 看到不管跟大陸官員的交往也好 或者大陸官員他們自己的活動也好 都非常的節約 這個已經成為一個習慣 我也不必講太多 大家都很了解 至於這個高層的反腐 我倒覺得是真的是很神 有點奇怪了 就今年的兩會 大家都還記得吧 在兩會開會之前 記者會 記得有記者公開問 周永康涉案的情況怎麼樣 這個在大陸是第一次 第一次把這個還沒有公佈 所以他說周永康貪污的金額 900多元人民幣 就台灣一看 我說那我們阿扁算什麼 那一次我這次兩會參與了一個驚喜 說怎麼會有這個記者 可以再公開提問周永康的事情 那個政協發言人李新華的答案也很妙 近代不嚴重 對 他就他在講 他說不管管有多大 只要貪污一定要打 我講到這裡你懂得 這個那個話成為現在大陸的名言 大陸講你懂得 你懂得近代不嚴重 那個事情過了以後我就在期待 很多記者在期待說 說不定到今年的兩會結束那一場記者會 會有人再起來問周永康的事情 就像2012年 有人起來問薄熙來的事情 問完以後第二天 兩會結束了 第二天中共中他就公佈 那個某某大官這個 犯了什麼 這個遺宗法辦之類的 本來以為會用這種方式來處理周永康 結果後來沒有 今年沒有像2012年處理薄熙來一樣 都沒有周永康的後續的消息 我就覺得大陸高層的反腐鬥爭 真的是有點微妙 也真的牽涉到很多 系統化的利益集團 所以謝社長剛剛提到 那個高層的那種反腐鬥爭 這個可能牽涉到大陸很多經濟建設項目 真的對經濟有壓力 我覺得像這兩天 我看新聞就在提三峽工程的問題 三峽工程那邊有人也是犯了 好像有問題被抓去了 就有人提到前總理李鵬 他的女兒 因為他們都是水電方面的人 所以這些問題我認為是跟大陸經濟 目前的經濟建設項目 確實有一些 因為大灘裡面還有一個比較特殊 它會影響資金的流動 比方說最近大陸房地產壓力很大 很多人在賣 因為賣 還有一個就是中國在外面 去買國際的企業的隔山買 就是不要像中國去買英國 或買歐洲的公司 或買美國的公司 現在那個規模越來越大 這個就是說在大陸賺到錢 你最後把它匯到外面去 那個錢才算你真正賺到了 所以這個就是說這樣的一個資金流向 在人民幣的貶值當中 其實它也扮演重要角色 是不是這樣 提到金融問題 我就用很短時間就講一個概念 我覺得我跑大陸那麼久 我覺得大陸的觀念好像是再多不醜 我就一直帶到最後 反正我就是負債這麼多 你要怎麼樣 所以這個在這樣的一個金融的氛圍裡面 我覺得我們台灣跟他的這個金融交 還是穩先一點比較好 特別是我們過去那個開放銀行的時機 拖了這麼多年 現在大陸現在銀行其實已經到了一個 比較那個什麼那個 就是不良貸款比例已經增加了 連那個兩會公佈的數據 那個不良貸款率都增加了 好像從1%增加2%這樣的一個弧度 我覺得我們還是穩健為先 不要太過急躁 這個孟卓講到這個稍微補充一下 其實兩岸我最近看到 台灣所有這個銀行業 大家都把這個未來的開放大陸的這個 服貌過關 叫金融業的大力度 這個我是覺得說 有一些蜘蛛的斟酬 第一個我們現在看到 中國大陸四大銀行當中 他們現在的PE是低到很嚇人 為什麼 中國工商銀行去年賺2626億人民幣 EPS是0.78 股價多少 兩塊四毛一 那這代表什麼意思 它的EPS是很高 但是股價能夠反映的PE 你看到那個Tesla 或是看到那個Netflix 它已經兩千多倍了 大陸的銀行股現在不到四倍 所以它的PE是非常的低 那為什麼低 因為大家對它後面的到底多少呆帳 你會嚇得要死 因為工商銀行大概宣布第四季 它的疫情換款增加多少 增加956億人民幣 所以一季就增加這麼多 那當然大家都其他 你看中國建售銀行 中國銀行或交通 這個農業銀行 中國四大銀行裡面 大概去年獲利都好都不得了 這個農業銀行賺了1596億 這個農業銀行1620億 中國銀行1596億 所以你看到他們EPS都非常高 但是股價很低 所以台灣如果在這個 還好我們福茂沒通過 或者你通過你在大陸去投了 放貸金額很高的時候 像富邦金控 大家一定會懷疑你的廈門銀行 你的華營銀行 到底那個疫放比是多少 台灣它其實很乾淨的 但是因為你在中國大陸的投資 所以大家會對你的受信品質 開始會有很多的聯想 那第二個可能大家要稍微注意 就是說現在在銀行業的開放 我看最近建商工會 開始鼓吹要登錄 第一個我們大概銀行業 證券業務只開放福建 那現在這個情況來講 就是證券業在網路金流崛起之後 它其實那個手續又已經遞得非常嚇人 所以你看大陸的中信證券這些大型的證券公司 他們獲利每況以下 那銀行現在的競爭更激烈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2003在中國IPO的時候 他找美國大銀行去參股 但是台灣沒有機會參加 現在我們的規模 我最近藏起這個例子 北京銀行去年賺150億人民幣 他等於賺了700多億台幣 我們富邦金控賺388億 大概只有北京銀行的一半 台灣在福茂通過之後 我們現在開放叫做村鎮銀行 這個村鎮銀行其實相對來講很難經營 所以你看到福建鄉村銀行之類的 大概獲利都很微薄 那待賬正在升高的情況之下 其實現在開放證券業 現在開放銀行業 台灣能夠賺到的甜頭已經非常有限 所以這個時候大家也不要有太多的揮憤之詳 或過多的憧憬 還是務實一點把台灣的這個 這個經營的陣地把它弄好一點 我覺得這個包括受信品質跟你的經營 包括現在我們看到 你到大陸去經營受險公司 他只開放汽車保險 所以你能夠發展的空間 其實業務還是有限的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很多的官員站出來 告訴大家的時候 其實大家反面去想一想 這個時候在兩岸的這個福茂協議當中 台灣能夠卡到的油水相對是有限的 這是大家要回頭重新要損失的地方 回頭之後我們繼續再看看 下一個在整個全球匯立的一個走向當中 下一個會產生什麼巨大的變化 稍微回來 好 歡迎大家回到現場 我們看到中國經濟在過去30年快速的成長 那麼也讓人民幣不斷的升值 在過去這段時間大家看到台灣的銀行業是卯足的權力 在推出各種人民幣的商品 這個商品當中我們大概可以看到一方面 OBU一方面我們現在外幣存款的業務 相對都是蓬勃發展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先請光鑫來告訴大家 就是我們面對現在各家銀行推出了很多人民幣的商品 我們到底怎麼去找到好的標的來投資 目前各家銀行推出來的人民幣商品 其實以我來看都不算是很好的投資 因為比如說像有一些銀行 他給出什麼3.6%到4%的優惠存款利率 但是實際上他這個優惠存款利率給你很高 但是假設你要把人民幣換回台幣 或者換回美元的時候 他那個匯差就很大 匯差很大 他在匯差的部分又把你賺的錢全部都收一半回來 結果你的利率算起來還是只有2%多 實際上以香港的離岸人民幣發展的過程來看的話 真正比較有利基的還是必須要是一些企業透過人民幣去籌資 比如說像台灣有這麼多的這些在中國的企業 但是台灣並沒有這種台資企業 自己在台灣發行人民幣債券的這種情形出現 我認為說這個應該是未來必然的流程 只要說台灣這邊變成是一個真正人民幣不是只有存 而且是有運用 有投資商品 有債券有貸款等等的時候 這個時候一般的人民才能夠取得比較好的投資商品 或投資標的 好 我想這個孟宙來告訴我們 其實你看到 你30年前我們一起 你看他跑新聞的時候 台幣從40.46 40塊6 我們一直到24.5 所以那段時間那個是台幣的升值的黃金時期 所以你看到 當年我們在形容台灣非常好的時候 叫台灣錢 跟膝蓋 跟膝蓋 跟肚臍 跟鼻孔 台灣股票就1萬多點分盤 所以人民幣現在走的大概就台灣這一段 那我們後來就從24塊5毛2 一路本到35塊1毛7 大概在這個股 現在就在30附近了 以人民幣這個走法來講 人民幣真正的主升段 就2005年走到現在 大概很像台灣當年的這個 在1980年代的這樣的一個升法 從來這裡為止我覺得 看起來已經末斷了 末斷這樣的調整就是說 中國經濟累積了30年 他一定要調整一次 未來這種調整 比較可能會出現什麼 因為台灣當時 我們跟著入門房地產就 這個泡沫就吹破了 所以後來台灣經濟在1997年的時候 亞洲金融風暴很慘了 所以現在回頭看就是中國經濟的調整 這一次那個洗禮在擠泡沫 一方面就是說 他不希望中國泡沫一次 就是崩潰 這個代價太大 所以他現在自己就局部慢慢戳 所以那個戳的時間可能很久 所以我們怎麼看人民幣的調整 跟中國經濟在這個地方的一個 在洗禮政權 在這個對中國經濟調整當中 現在所做的 哪些會讓中國產生一個比較大的 巨大的變化 是 我對人民幣匯率的長期的展望 我還有一個 還看到一個 叫做最後的一個生殖段 就是會可能會 那個5.7這樣的一個目標值 我還是 1994年會改的這個 1994年會改前夕的 這個是原來我也講過這個觀念 5.7的概念 會改是5.76 5.76 2015年年底會不會看到 5.7 現在看起來是有些疑問 但無論如何 這個 我相信這樣的一個 一個價位 在中長期還看得到 我的理論基礎是什麼 因為大陸現在的金融改革 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人民幣的自由兌換 人民幣的自由 如果真正能夠走向 國際化 人民幣的國際化 會有一波國際資金進到大陸 這是大陸那個人民幣 那個下一個 那個那個 掌聲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來源 這是我的看法 那至於那個 我們台灣怎麼樣去投資大陸 這個人民幣 我有兩個觀點給大家分享 第一個 我一向主張 實質交易的主義 我在報上寫過文章 不是我現在才講 當初我們要開放人民幣投資 我說一定要先把貿易商的這個 人民幣結算 拿這個做基礎 今天我在做貿易 我一定存很多人民幣 因為我要跟大陸進口東西 我可以用人民幣支付 至於老百姓的這種理財 可以放在 我寫過這樣的文章 結果我們台灣現在把它顛倒過來 變成 現在就是說 福貿要先簽還是貨貨 貨貨一定限於福貿 但我們現在就是說 你像外 貿易商的結會跟人民幣的存款 就剛好兩個倒轉過來 對 現在剛好老百姓的理財 變成為主 那個貿易商的結算為輔 變成第二位 沒有人再提了 這個跟我的想法是完全矛盾的 因為我覺得老百姓的理財 你讓他 你告訴他 有這麼一個新管道就好了 你要不要選擇 或者你把你美金換成人民幣 隨便你 我給你開放這個方法 不要天天在那邊鼓吹 人民幣好 這個趕快來買 各銀行 我看到我們台灣各銀行 在那個門口掉一個 我們有賣人民幣 我覺得這個就是畸形 你為什麼不掛一個 我有美元 對 第二個還有一個 這個 從那個 今年年初到現在 沒有買人民幣的人 拿來買台灣股票都大賺 都賺得油碎碎 你拿去買那個人民幣的 都輸 剛才孟秋講說你可以買美元 美元其實在美國即將結束QE的 關鍵時刻 理論上美元應該是總升的 但是你看美元指數 他最近其實在80附近 這個搖來搖去 大概也沒有太顯著的波動 這到底代表什麼樣的內涵 就是說美元指數其實他就要80 所以他也漲不了多少 當然也沒有跌多少 所以這個代表什麼樣的內涵 上禮拜 從禮拜三開始 這個美元出現一個 比較大幅度的貶值 這個事情倒是蠻特殊的 因為正常大家認知說 美國的經濟正在復甦 同時他的QE正在中止 照理講應該要造成美元 越來越強才對 但是現在變成是相反 我認為這個表示說 美國的經濟本身 它並沒有像一般人認知的 那麼強勁 也就是說我們從 美國的利率的結構來看的話 我們會發現說 目前市場普遍的認知是2015年會升息 但是2015年升息的時候 它可能只是從現在的0.25升到1.25 對 它沒有辦法像之前2004年的時候 就直接升過3 然後接近到4% 最後到5.25 對 也就是說這一次 因為美國的經濟整個狀況 實際上比2004年的復甦還要弱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面 這幾年的時候去期待這個美元 會變成因為QE縮減而持續升值 好像不切實際 這個不但會落空 而且還有可能會有反效果 對 那我認為說這段時間 一般來講 假設我們不投資這個美元的話 照理講就應該要投資歐元 但是歐洲的經濟看起來實際上比 美國更糟 對 因為它現在的這個通膨可能 已經不到1% 它有這個迫切QE的需求等等 歐元最受到1.396 英鎊1.68 都是相對高的 那也就是說我們在國際貨幣的這個 看起來的時候 美元和歐元都很弱 那換句話說就是其他的貨幣 比如說像加幣 澳幣 紐幣 甚至英鎊 都有可能會比美元和歐元還要好 最近澳幣走得很強 因為它最低低到0.866 最近又跑到0.96多 那實際上如果說要做投資的時候 現在會是紐幣還是會優於澳幣 紐幣最低比澳幣強很多 為什麼 因為升息 紐星來升息 對 因為這個 它開第一槍 對 尤其是因為這個 從去年年底開始 整個農產品開始往上漲 那紐西蘭的出口最主要就是 以羊毛和奶粉為主 所以它的這個受到 原物料出口價格上升 受惠會比較大一點 那這個對於它的匯率 會有相當大的正面幫助 是 好 我想這個謝謝光鑫 等一下回來 我們再把 在現在這個人民幣走到這裡之後 下一個回合 我們到底在整個資產配置當中 我們要選定的方向 包括在這次學運關係 所造成的兩岸新的關係 我等一下特別請教我們 稍後回來 我們在這次學運關係 好 歡迎今天回到現場 我們看到在台灣的學運 經過三個禮拜的抗爭 正式的落幕了 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看到兩岸關係 過去大家在中國大陸都在看民進黨的反應 但是這次突然殺出了年輕的學生 去攻佔國會的議堂 那麼這個事件其實對未來的兩岸關係 也帶來諸多的變數 這當中我們可以稍微來看看 在過去三四年裡面其實 未來兩岸關係的營造 我個人的感覺 中國大陸的政府 其實應該對台灣釋出更多的善意 也不是讓利 但是比方說在國際組織當中 如果中國政府可以讓台灣去加入 類似TPP是美國主導 但是東協加一加三加六是中國主導 如果台灣能夠在這邊有一席之地 我相信台灣的民眾會對中國政府會產生很大的改變 這個時候你可以看到 我有時候看到大陸的中央電視台都找一些在台灣 其實有很多很有爭議的人在那邊講話 對台灣兩岸是沒有幫助的 這個時候其實戰略上如果中國可以調整一下 我相信對兩岸應該有更好的發展 這個孟周你長期在大陸這樣東看西看 感受應該比較強烈 對 我對於學運期間的兩岸關係 我是非常的關注 我現在來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心得 第一個 我覺得大陸現在還不會放棄 促進兩岸經濟融合的這個政策 不會 不會放棄 今年兩會大陸總理李克強的 政府工作報告有一句話很重要 促進兩岸經濟融合 融是金融的融 這個比整合好像又更進一步 所以這個政策是他們現在一個方針 我想雖然發生了台灣反如貿血印 大陸現階段還是會繼續推動兩岸的經濟的合作 交流跟合作 所以ECFA有關的後續的談判 像貨貿協議 貨品貿易協議目前並沒有中斷 兩岸規側辦事處也都還在記憶之中 我覺得兩岸經濟融合不是壞事 但是大陸方面應該有一個更大的一個胸懷 怎麼說呢 就是說在促進兩岸經濟融合的過程中 同步幫助台灣加入國際區域的經濟的結合 那個像剛剛謝社長有提到RCEP 那個是由東協市下去擴張出來的一個組織 這個組織 中國在裡面分量很大 他只要最近在裡面講幾句話 說台灣也應該來參加 我想我們這個反無貌學運在台灣 所造成對兩岸關係的衝擊 會消失一大半 這個很重要 就說他只要發言就表態 我們幫助 願意把台灣拉進這個組織來 我再想到另外一個 這個也值得評論一下 就是說我們陸委會主委王毅啟主委 二月運到南京跟大陸國際主委張志軍 會談了 會談很好 最後發表的聯合公報裡面 關於台灣加入國際經濟組織的 這樣的一個說法 我覺得太保守 他說兩岸要繼續研究 在兩岸經濟整合情況下 把它延伸到七億經濟結合 裡面沒有國際兩個字 也沒有說我到底要不要幫助你台灣加入 就講得很模糊 這表示大陸這方面心裡還是很保守的 這個其實可以在這個時候 用另外一種思維敞開心胸 我幫助台灣加入 這個環如茂的這個問題 這個陰霾會充當不少 謝謝 我想這個 現在其實兩岸的關係 在這一次福茂爭議之後 會讓台灣更多的人去思考 兩岸未來的定位 其實你可以看到 早期台商到大陸去投資 因為看中中國大陸廉價勞力 兩岸有很高的復補成分 現在已經開始進入完全競爭了 這個結構上開始改變了 兩岸的關係 未來會出現極大變化 今天我們謝謝光鑫 也謝謝李社長 謝謝大家觀賞 下週同的時間請大家繼續收看